佛在华言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得想 智慧 得能想好 通通圆满 没有丝毫欠缺 这叫大圆满 谁是大圆满 阿弥陀佛是大圆满 所以你心里头要是只有阿弥陀佛 你的心得就究竟圆满了 这是真正的地上 端正 身心耳末口血 这六根 前世 最为身端心症 如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影 非礼物动 这是孔子讲的 四物 这是身心断正 标准 标准是礼 与礼相违背的 要放下 不能做 和你一点 可以 理由解度 不能够违约 那就对了 如果身心之 往身处讲 那都讲到您心结性了 身心之 举这个例子 而当自断 即为 观音大死 泛文自信之 而跟语言同意 这是真正的地上 观音实音菩萨 他怎样修行正苦的 他平常用什么样功夫 论言会上 讲得很详细 他用耳根 修行 发门 无量无边 八万四千 归拿起来 不外乎二十五大类 归拿 二十五大类展开 八万四千 再展开 无量无边 无数无尽 这二十五是什么 六根 六成 六十 这三六就十八了 十八再加上 这十八才没有包括的 地 水 火 风 空 剑 石 这七个 叫七大 十八 加七 二十五 用这二十五条 把宇宙之间 所有一切法 无论是精神现象 物质现象 还是自然现象 通通都包括了 佛师 很会用这个 归纳的方法 把非常复杂的东西 归纳成 很简单 它非常深厚 但是你听起来 不觉得它很难 对学习的人 能够增长 信心 观世音菩萨 他的修行方法 就是用二根 所以菩萨自卑 牵出七球 牵出印 它不是先见到 它是先听到 接受到 有缘众生的感 菩萨自然就印 用什么方式印 令人经上说的好 随众生心 因所知量 这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 祝福菩萨 印花在世间 自己没有 七心动念 七心动念 尚且没有 它怎么会有 分别之处 有缘众生的感觉